現在可以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來當贊助商 支持真心話不冒險 我們現在上車了 總統座椅 還沒記住喔 這比Alpha還屌耶 這個是用電動的 這是定制的 特別定制的 對啊 這樣離 前後耶 今天實在是試駕 我們現在人在泰國的曼國 小當家 我們今天是來泰國 要有房子可以看是吧 我們每次來泰國 都有房子可以看 Always 那那個 叫腳連水手是怎樣 那馬里拉專家 所以今天有房子可以看 沒錯 是在什麼地方 也算是在 Ramacho這一區 也在Ramacho這一區 那我們剛剛先 Ramacho是什麼區 Ramacho算是在一個 大家知道藍線 他們的地鐵藍線 它有一個蠻熱鬧的CBD 叫Ramacho 剛好我們今天 要看的區 的那個社區 都是環繞在這幾個地方 因為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說其實 泰國這邊啊 它的CBD 會分一區 即燒即燒 那它可能 就是CBD 跟CBD 中間會稍微比較 沒那麼熱鬧 所以通常 新的開發區 它需要一點點時間去成長 那我們今天 看的就是比較新的開發區 新的開發區 OK 好喔 那我們現在就 準備出發了 出發囉 出國在外 語言不通怎麼辦呢 請問這附近有什麼 推薦的晚餐可以吃呢 大阪城旁邊 有一家著名的拉麵店 經常是這個 支援超過100種語言 有外籍看護也非常推薦喔 歡迎參考第一者留言 到了到了到了 喔 這個社區 這個案子是已經封頂了 然後在做最後的裝修外牆 這些東西都已經在做了喔 那它的show room 是 可能是在它的 它的那個 算大廳這邊吧 現在 還在 可能剩下的戶型 比較少的 這種狀況 開案可能有一段時間了 然後這個社區 有一個社區的 一個顏色代表喔 就是這種 類似愛馬仕局的感覺 他問阿翰 跟他對愛馬仕局 就有循環了 你看過其他的社區 用愛馬仕局嗎 有阿你家隔壁阿 我家隔壁什麼 景都巴黎阿 景都巴黎阿 你也知道喔 人家是大龍貨運 這是愛馬仕局不一樣 對不對 我沒有說大龍貨運 還寫顏色不一樣 所以可以進去看了沒啦 我們說景都巴黎 我們現在在這個社區這邊 看到一個案子 的一個地圖 它就在這邊 那這條一個新的捷運 會跟MRT交叉的這個捷運 據說2025年或26年會 就是會完工 所以現在正在建設當中 那這附近呢 它這邊寫得非常清楚 交通工具 0公里 0公里 MRT有500公尺 這是Original 就是 可能是未來的那一條 500公尺就可以到了 然後離現在新羅馬九 2.1公里 那國際學校非常多 這一區羅馬九的特色 就是它有很多國際學校 然後夜市這個 這個夜市很多人都知道 那什麼商業中心啊 協志樓啊 就是商業氣息也比較濃厚的區域 然後它有這個醫院 羅馬九這邊醫院好像也蠻多的 那便利商店目前說有450公尺 有一個便利商店 整個區域來講 目前是這樣 換拖鞋 你看 非常的乾淨 來我們今天 現在要看應該是食品屋的部分 因為它這個已經快蓋好了 食品屋的部分 然後工人呢 如火如荼的正在展開當中 也都是配這種電子鎖的 現在正在燕屋的感覺 拿那個在照你看 檢查的非常仔細 所以其實也燕屋的部分 跟台灣一樣也是非常嚴格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間 就是這個EBR的 37.5 square meter 這個叫Type Tokyo 東京 東京房型 就是說可能 它在設計上面有設計兩個 有一個夾層 所以他說這個是東京 因為東京很容易做很多可能空間利用的關係 所以可以會做這種比較屬於夾層 來我們直接進來這邊看 因為這是食品屋的部分 配這個電子鎖 電子鎖的部分 它門 是做這種木頭的門 進來一樣 它就是做整排的這個廚具 那這裡有寫一個standard material 就是說這是標準的交付 就是這樣 那這個應該是沒有附 這應該是沒有附 這個細節的部分都要問小當家 然後這個標準都有附 然後附一個Tekka的水槽 Tekka的 這個IH爐 然後我們進來裡面 這個馬桶 坎路式的 也是歐洲的品牌 這邊就是標準的 都有做 你看那個橱櫃浴櫃都有做 然後這邊 連棚頭也算是比較高級的 很像飯店式的那一種 然後它走到還蠻寬的 這個地方寬度還蠻寬的 然後做一個LDK的 做這個 然後進來以後 我有挑高 你看舒服 挑高 然後看出去 它這個餐桌是對外的 因為它這個是食品屋 所以現在你看到的景觀就是這樣 景觀非常好 它外面還有一大片土地在充畫 那這邊那裡就是文化中心 我們看到那個屋頂尖尖的那個文化中心 那這一區就是叫Rama Joe 大家可以上網搜尋一下Rama Joe 這個捷運站附近 都是那種協志樓 辦公樓比較多 商業氣息比較濃厚 購物中心也蠻多的 然後它這個面寬這樣子 其實還蠻舒服的 就是剛剛好 這個大小 然後它1BR就是說有一個房間 但它設計在二樓的夾層上面 整個設計上面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現在年輕人 頂客族的屋主 你在幹什麼 站在那邊看 190公分高 190公分高 這樣子以夾層來講的話 這個高度是不是也算是比較OK一點 因為有一些夾層真的要蹲下來 這種身高就蹲下 矩矩這樣不可以 這個就剛剛好 然後裡面是什麼 廁所嗎還是 衣櫃 喔衣櫃跟衣鏡 大概是這樣 它這個設計師巧妙的利用了很多鏡子 這個情趣鏡 這個是說要讓它有一個延伸感 看起來比較大間 那是熱水器用在這裡 這熱水器喔 這應該不是熱水器 怎麼可能熱水器在這裡 可能是什麼設施 不知道 科技什麼東西 現在這樣看下去 你們覺得很舒服的感覺 那剛好這一次經驗可以讓我們看到 他們剛一直在燕屋嘛 這個就有說這一個 像這一個房型 就是這邊有燕屋不合格的地方 然後就是不接受房 那這寫英文 然後可能哪些地方是有問題的 就寫在這邊 list下來 那到時候公班來的時候 就是直接維修之類的 感覺還不錯 現在要看的房型是 在這邊 這邊有一些個2BR的 71平方米比較大 2BR就兩房的 也是樓中樓 這個社區最特別的就是它全部的房型 都是樓中樓都挑高 每層樓都挑高 所以你10樓的地方會感覺好像在20樓 20樓的地方感覺在40樓 所以它高度是比較高放大 那我們直接來看一下 進來了以後 一樣是這邊進來就一個廁所 那它有浴缸 那衛浴的部分 像這個standard material 就是這些全部是標配 有一個特別浴缸 好特別喔 怎麼那麼薄 那三件組的 四件組的有乾屍分離 那過來了以後 這邊裝潢的部分 玻璃 它做這個衣櫃 玻璃衣櫃 然後客廳 那你是在鄉修什麼 然後這邊有一個餐桌 這邊是餐廳的部分 那客廳整個做的是大面積的落地 直接落到地板下面 所以你會覺得開闊性非常好 你看這樣看過來 整個視野非常的好 然後上面它挑 因為它樓中樓兩層樓嘛 所以挑高很高 所以你在這裡看電視或聽音樂 簡直就是一種享受有沒有 那看出去就是一個 這邊是一個重畫區啦 新的重畫區 所以你現在看出去都還是無限動具的感覺 然後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它的房間 走進來以後有左邊這一間 右邊有一個廚房 那廚房我們先看好了 廚房的部分因為它有對 有對牆 所以它有採光 採光也非常好 那整個你看這是標準的 這塊是花鋼石的大理石的 好像不錯 Standard material 然後整個 這種的我就不知道有沒有標配了 可以問一下小當家到時候 四口爐整個 冰箱應該 冰箱有沒有標配呢 它這有時候是裝潢用的 那在這個區域它也是挑高 挑高樓層 然後進來有一個房間 這個房間它是屬於一個暗房 暗房的部分 所以它做這種開放式 就是比較有採光的櫥櫃 這個衣櫃的部分是做透明的 這樣子大小是這樣 然後二樓的部分呢 有另外一個房間 另外一個房間 這個就比較大了 這比剛那個大很多 因為這是2BR的 你可以看到它這個是 一個梳妝台 然後這也有這一台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後來發現這個是空氣清淨機 空氣清淨機 因為它裡面有HIPHOP濾網 然後看下去 剛好這裡有一道牆 裡面還有一個廁所 這樣 那一般如果是夾層 普通夾層的話 是比較難自己做廁所 那因為這是建商的 它可能是在使用權狀上面 所以這個應該是 我不能確定了 但是它的使用權狀上面 是有包含上面這個 所以不是我們一般自己隔的夾層 這有一個更衣室 然後有一個廁所 做這樣子 那它的房間 大概是這樣 這裡 我已經搭回去給你 這個風比較大 我們過來一點點 就是說 這裡的一個房子的一個裝置 全部特色就是樓中樓 這個社區就是全部樓中樓 Location 當然 它是屬於比較 在Rona 9 但是沒在舊的CPT裡面 但是在外圍一點點的 新開發區 那這裡這一區 我們這樣整個看起來 它是比較大的一個 新案子 搭社區 整體上的話 因為每個人對於需求不同 有可能有些人比較喜歡樓中樓 那這邊如果這樣平均起來的一個單價的話 事實上它其實沒有很高 沒有很高 以這一間的話 上面樓層 10萬多就買到 有些房型就是面相可能不一樣 但是有些人喜歡樓中樓就是這樣子 這看起來多爽啊 你朋友在下面有沒有 然後又有客廳有挑高的設計 所以你住起來會比較舒服 所以你說這個大概是10萬到12萬之間 看樓層然後看面相 因為這個是食品屋 所以現在我們是看得到摸得到 已經快蓋好了 所以如果說對這個房子有興趣呢 歡迎跟想要聯絡啊 右下方有他的聯絡方式 直接加他的LINE直接問 因為每個戶型價格可能不同 那剩下的可能也就剩下不足 因為現在我看到很多人在燕屋了 燕屋的有缺失都會列在上面 那如果說你是想多了解東南亞 不管是泰國或者是吉隆坡 都可以加入我們的賞屋LINE群 那個群裡面會有很多神人在那邊分享 所以第一則留言有加入的方式 那如果你是最近也想考慮來這個東南亞 不管是泰國吉隆坡或者是馬尼拉 歡迎加入我們群組 我們隨時準備開團 我們在裡面公告 我們期待有更多人來一起自真心化 我們下次見了 掰掰 我們希望你能夠好等 我們應該要不要緊 快點 好幫我 我們在裡示範 是來自你 我們在這裡 我們會來一次 來自我 來自我的 我們會來自我 我們來自我 來自我 今天煮食 對 我來說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